很多人五花肉买回来不是做红烧肉就是炒着吃都吃腻了 今天这个做法你肯定没见过而且更好吃 先准备两根大葱把大葱切成长段 然后再从中间切成细长条 然后再切几片生姜 锅里加入冷水然后把五花肉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料酒 焯水后把五花肉捞出 然后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切好之后备匀 锅里加适量的食用油再放入冰糖不停的翻炒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支持一下非常感谢 炒成这样的香油色 接着把五花肉放进去 把五花肉翻炒上色 上色之后往里面加入开水 放入葱姜干辣椒 加入生抽老抽 再加点料酒 再加点蚝油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五香卤料包 放一小包就可以了 然后盖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用这个方法卤出来的五花肉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吃起来香又不腻 真的太下饭了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